这不是奥姆那个女生吗 这不是奥姆那个女生吗 你是谁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又是谁啊 管着嘛 你是学校 先来你男生吧 什么 医药费 我赔给你的 有钱就了不起啊 来 钱你拿去 我这伤不需要医药费 还有 你需要的是 你需不需要是你的事 我不想欠别人 更何况 我方雨拿出去的钱 是不会再拿回来的 你欠的是一个道歉 而不是用钱去了事 道歉只是一句话 给钱不是更实用些吗 我就不明白了 做错事的人就应该道歉 对不起这三个字有这么难吗 一个本应该在幼儿园就学会的礼貌 你不懂啊 我懂不懂关你什么事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有钱就自以为了不起是吧 像你们这种 凡事都用钱解决 以为用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的人 最可悲 你 还有 也许你已经忘了 在澳门大街上 你连顺手帮一位老奶奶 招着水果摊都不愿意 宁可用钱解决 现在又是这样 滚 十三个字音符 词 回到 小的小的 dick 1很长山 1个人 3个人 奇怪 我明明感觉有人在看我 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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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我看了 终于戴上了 你说得对 这个办法果然很管用 再也不用向别人一一解释 我是个女的 杨娜 我问你 你觉得我真像个怪物吗 在大家眼里 难道我这么奇怪吗 不是吧 方雨 你还把那个学历的话 放在心上啊 她受伤了 你赔她医药费 就有什么不对的呀 可她说我 用钱解决所有问题 还觉得我自以为是 认为钱能买到所有东西 那是因为她不了解你 不知道 你从来不为自己解释 你呀 就被女王这两个字 给框住了 一个字是装酷 我没装 我一直这样 行行行 可是我就好奇啊 你早就不爱别人 对你的看法放在心上了 怎么一个学弟的话 你不在乎 你要看她不痛快 我替你打她一顿 不行啊 好焦虑 我劝你啊 还是把心思 放在郑泽联赛上吧 今年的冠军宝货 我可不会再让给你 放心 我也不为手下留情 我是负责你们两性和谐课程的教授 新学期第一堂课 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谁第一个来 我 明天同学 既然大家都对你很好奇 你上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来 明天同学 大家好 我叫明天 明天的明 明天的天 对 我等我 开门 哈哈 小丝 方语先生 小学同学竟然不清楚我是先生还是小姐 也难怪 六岁以前 我也以为我是个男孩 方语啊 记住你是男孩 粉红色的裙子和芭比的都不适合你 知道吗 走 一直到弟弟出生 我才知道其实我是女生 爸爸为什么弟弟跟我不一样 因为弟弟是男孩你是女孩 可是妈妈说我是男孩 那是因为啊你还没有弟弟 现在有弟弟了 爷爷说你可以做回女孩子了 于是我穿下了那件喜欢的洋装想要给我暗恋的同桌一个惊喜 我以为他会喜欢我 像个女孩子 像个女孩子 祝日快乐 我不要你的礼物 你是个怪物 我是你 也许我天生 就跟男生犯冲吧 少女也与我无关 你不想知道 她是不可爱的 她是不可爱的 我喜欢她的 我喜欢她的 我喜欢她的